反舰系统也能玩出新花样 答案是可以 无人车加上掠海反舰导弹的组合 各位觉得够不够花 这就是美军的新型反舰杀手 海军陆战队远征舰拦截系统 也就是MASIS 它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发的反舰导弹系统 用于支持美国海军进行的陆对海攻击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首个陆基舰船杀伤能力武器系统 看起来挺高大上 实际上MASIS并不是什么全新研制的导弹系统 而是现有武器系统的拼接 其发射车底盘选择无人版联合轻型战术车辆 导弹则是挪威的NSM反舰导弹 每辆车都配备了两个导弹发射箱 战斗权重约3.3吨 虽然系统是拼接的 但是性能可不差 岸舰导弹又称为岸防导弹 是一种从岸上发射攻击水面舰船的导弹 被称为海防利舰 与岸防火炮相比 岸舰导弹具有射程远 命中精度高 破坏威力大等优点 可以有效阻止敌方舰艇靠近本国海岸线 并在适当的地形条件下 控制或封锁海峡 航道 河道入海口等重要海上枢纽 按岸舰导弹不同部署方式 岸舰导弹可分为固定式岸舰导弹和机动式岸舰导弹 由于拥有强大的海空军力量 在MASIS岸舰导弹之前 美军觉得并不需要在本土部署这种防御性武器 即使美国军工企业推出过基于鱼叉反舰导弹发射的岸舰导弹 但也是用于出口 比如之前 美国就向台湾出售岸基型鱼叉Block-2反舰导弹 而NSM导弹则与其不同 NSM导弹2012年服役于挪威军队 2014年参加美国海军的反舰导弹竞标取得胜利 成为美国海军的制式反舰导弹之一 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将也把NSM用作海军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一部分 其采用平面式气动布局 平直弹翼安装在弹体上方 发射前弹翼向后折叠 有助于缩小导弹占用的空间 弹尾设置了四个垛面 导弹采用法国TRI-40窝喷发动机 主巡航弹道速度0.95马赫 最大射程超过200公里 在制导系统方面 NSM导弹贯导加卫星导航加末端红外成像的复合制导方式 弹上的双向数据链可实现人在回路中制导 并且可以在飞行中改变攻击目标 对时间敏感目标的攻击能力进一步提高 NSM导弹的最大特点是采用隐身设计 不仅外形上采用有利于隐身性能的设计 而且还采用了吸波材料和涂料 提升了导弹的突防能力 NSM导弹不仅具备反舰能力 还具备对地打击能力 其双波段红外成像的引导头 可以进行飞行地貌识别 匹配航路资料与地貌参考点进行低空飞行 与大多数反舰导弹只具备攻击沿海固定目标相比 NSM导弹具备打击纵深地面固定目标能力 而且还可以对付低速移动的地面目标 并且可以专门攻击某些异兽攻击的部分 比如舰桥、炮塔、机舱、导弹容器、雷达 或陆地车辆和防御攻势 以弥补其较小的弹头重量 其无人驾驶联合轻型战术车 是奥什科什联合轻型战术车的 无人地面车辆改进型 其中保留了原始的动力总成、底盘、引擎盖等设计 并且将一个双连装NSM升降式发射装置 安装到这个底盘上 为导弹的发射提供了一个有效载荷平台 而不是带货箱的车体 同时它还融合了先进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 越野机动性和高有效载荷承载能力 采用远程操作员或领导者的跟随模式 远程操作 专为美国海军陆战队 从地面支持反舰作战而建造的 基于联合轻型战术车底盘 该车没有驾驶室 它集成了传感器和摄像头 底盘能够收集最大程度的数据 对其进行处理 并研制既定的路线独立行驶 并在车辆顶部安装了一个发射器 该平台的灵活设计使其能够进行配置 以满足不同的任务要求 而且MACS按键导弹系统 具有很强的战术和战略机动能力 其重量轻尺寸小 可由C130运输机 MV22轻旋翼运输机等飞机空中投送 也可以由气垫登陆艇 或者其他登陆艇水平投送 同时 其通过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 直接部署在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岛屿的临时跑道 无需使用美国海军的ARG舰艇 抵达后可无人自主驾驶或遥控驾驶进入阵地 在2021年4月的时候 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雷神公司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岸成功测试 8月又在夏威夷的海上实弹训练演习中亮相 还特意找来了一艘退役的4000吨佩里级护卫舰 放在距离海岸100海里 也就是大约185公里的位置 当作MASIS的标靶 美国海军的侦察机在发现目标之后 把信息参数发送给MASIS 几分钟之后 MASIS按舰导弹系统发射导弹 并精准命中指定目标 不过此次美军发射了两枚NSM反舰导弹 虽然都准确命中了佩里级护卫舰 但是并没有给该舰造成致命的损伤 据外媒报道 在遭到多枚导弹打击后 英格拉姆号护卫舰依然舰艇地漂浮在水面上 仅是冒出滚滚浓烟 而真正击沉英格拉姆号的是 美军核潜艇发射的MK48重型鱼雷 由此可见 虽然NSM反舰导弹精准度很高 但也不是没有缺点 那就是其战斗部较小 NSM战斗部的重量125公斤 爆破方式为半穿甲半爆破 对大中型舰船造成的损伤不够致命 但其机动性完全能弥补这个问题 NMASIS岸箭导弹系统可以广泛机动 由于导弹射程超过200公里 一个装备岸箭导弹的炮兵连 就可以控制半径200公里的海域 只要在几个关键岛屿部署这种导弹 就可以封控岛屿附近的主要航道 美军计划在2022年小批量生产几套NMASIS 由于它们构造相对简单 这些装备将在年底前投产 2023年小批量生产的NMASIS 应该会交付给部署在夏威夷的美军部队 根据目前的计划 相关项目完成并开始交付美军新型装备的时间 不会超过几年 2023年到2025年 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将可以接收此类武器 并具备初始状态和全面战备状态 而美军或许还会对其进行改进 从而获得全新火力和机动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配备NSM反舰导弹系统的NMASIS 并非同类产品的唯一型号 还可以在RugFeries无人底盘的基础上 研制其他的无人地面火力武器系统 其中之一可以确定的 就是M142海马斯火箭炮的 现代化升级项目 在未来 这种由GLTV发展而来的无人底盘 计划用于各种武器或设备的承载平台 或许还将出现多管火箭系统 自行榴弹炮 或者其他能够在无人直接操作的情况下 完成发射任务的型号 这种无人战斗系统 可以为各种作战任务 提供更快更灵活的火力支援 它们可以快速部署到指定区域 并自主进入发射阵地 而不会让士兵处于危险环境 即使投放失败 损失的也不过是一辆无人车 对此 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见